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婚带娃的男人 可让田丽没想到的是 他这刚使尽洪荒之力追上男神马景涛 男神前期唐韵的电话就紧追不舍地打了过来 马景涛打过你吗 田丽听吧反应了好一会儿 才蛮悠悠地说了出一句 没有啊 唐韵似乎早已料到田丽会这么回答 于是他只丢下一句 他生性多疑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可唐韵哪里知道 此时的田丽就像当初的他一样 早已深深地陷在了马景涛 虚伪的温柔香里 无法自拔 而田丽也没想到 自己没过多久 就深深地体验到了唐韵当初的处境 更理解了唐韵当初电话里那句话的含义 高考落榜后 马景涛跟着一个家里做食品加工生意的同学 送了一段时间货后 本着对琼瑶阿姨作品痴迷的态度 他考进了台湾 世新广播电视科 之后他又抓住了去美国戏剧学院进修的机会 在国外待了一年 丰富了自己不少阅历 紧接着他又顺利地考入了军方的义工队 成为了一名帅气的兵哥哥 彼时家境平寒的马世丽 已经开始唱歌演出 走血养家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而从小就不知贫穷二字杂写的马景涛健壮 顿时同情心泛滥 毫不犹豫地将马世丽拦入怀中 那段时间部队只要一放假 马景涛就迫不及待地冲出部队大院 飞快地跑到他和女友 马世丽约会的老地方 和女友来一场小别盛新婚 刚开始两人的关系还是挺和谐的 可时间长了 召集养家糊口的马世丽 就不愿意将时间浪费在这种 出力不挣钱的事情上了 随后马世丽的不配合 直接惹恼了年轻力壮的马景涛 所以他不顾大街上人来人往 一把就将女友马世丽推倒在地 而马世丽家境虽然贫寒 可也受不了这份委屈啊 于是他从地上爬起来后 就铁了心要和马景涛分手 据说两人分手后 马景涛的脾气一度变得很差 其间还和部队的分队长杠了起来 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 最后还是他的父亲出面原说 才避免了这场风波 可心气极高的马景涛 却不怎么感恩父亲 服完兵役后 他不顾老父亲的极力反对 挑了一张自己最帅的照片 拿着简历直接去中视应聘 成为了电视台的一名实习助理 彼时台湾女歌手郑银秋 在著名音乐人陈彼得的帮助下 刚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 为什么还不来 并吸引了不少的粉丝 喜爱与追捧 可不知是缘分的驱使 还是赫尔蒙的刺激 这位人气超高的女歌手郑银秋 竟然对马景涛这个小小的实习助理 情有独钟 只是这爱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恩爱秀的没多久 郑银秋就发现 马景涛不仅喜欢动手动脚 而且有强烈的暴力倾向 甚至还有传闻称 马景涛在一次喝醉酒后 直接将郑银秋打进了医院 那天之后 郑银秋和马景涛的恋爱关系 彻底终止了 1984年 做了多年幕后工作的马景涛 终于迎来了人生第一波巅峰 从首部《新兴的故乡》到冷月《孤星剑》 从《孤剑》《恩仇记》到春去春又回等等 马景涛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幕后小人物 一步步成了台湾的影帝 他先是在美国度假的时候 与年轻漂亮的唐韵 以见钟情并迅速领证结婚 连婚纱照和婚礼都来不及准备 紧接着 他又成为了琼瑶的御用男主角 从《青青河边草》到《梅花三弄》系列 31岁的马景涛作为一档红小生 坐在了娱乐圈最顶端的位置 可就在他开心享受这份胜利的果实时 家里的贤妻却冷不丁地向他提出了离婚 原来和他结婚的这三年 唐韵除了每天看自己丈夫 在电视里和众多美女亲亲我我之外 就是一个人吃饭睡觉生孩子 而马景涛是只管播种不管施肥 而当时的马景涛事业正值黄金时期 哪有时间哄小媳妇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唐韵的离婚请求 牵着他的手立马到婚姻的基础把婚离了 没有了婚姻的束缚 马景涛身边的阴阴厌厌又开始多了起来 田丽就是其中之一 而聪明的田丽不仅对马景涛情深一切 还无私地将爱奉献给他的女儿马氏圆一半 这一操作不仅感动了当爹的马景涛 就连孩子的亲妈唐韵都感激涕零 所以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唐韵致电田丽送给他一句善意的提醒 只可惜他的提醒多少晚了一点 因为田丽早已不管不顾的成为了马景涛的新欢 即使旁人说他生性多疑也好 说他性格古怪也罢 全都影响不了他对马景涛的感情 可没想到是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由田丽谈到这段恋情的时候 眉头微皱 似乎不愿太过触及 只是淡淡的说句 他有那种倾向 边说边做出一副挥拳的动作 为了避免流言蜚语 为了寻找活路 他只能离开台湾那个是非之地 辗转来到香港讨生活 到了香港 马景涛很快 便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一部包青天之峡谷神算 不仅让他收获了不少观众的肯定 更让年轻漂亮的余丽 投怀送抱 成为他的第六个女人 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 余丽听了不少关于马景涛的流言蜚语 甚至还有朋友劝他离马景涛远点 可是余丽和之前的田丽一样 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 此时马景涛为了让田丽 死心塌地地守在自己的身边 还对天发誓 自己一定会为他戒酒 并一心一意对他好 余丽听到马景涛如此暖心的话 感动的当场就决定 自己非马景涛不嫁 而马景涛也多次对外表示 我生命中最爱的三个女人 是余丽女儿和母亲 可随着两人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马景涛还是丢掉了 这个自己最爱的女人 余丽表示 自己和马景涛因为长期聚少离多 感情缺乏沟通 再加上马景涛事业心极强 自己又不能要求他放弃 所以才提出了分手 而马景涛在余丽提出分手后 一时间接受不了 还曾用了轻生的念头 来挽回这段真挚的感情 可最后却弄巧成拙 让余丽离开得更加坚定 爱情丢了 生活还得继续 马景涛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紧跟新时代的步伐 一步一个脚印来到内地 准备大干一场 2001年他在拍摄 《新鼠山剑侠》的时候 认识了李婷怡的妹妹 李婷芷 在某大型出版社工作的李婷芷 虽然没有姐姐李婷芷出名 可她却有一张漂亮的脸带 所以马景涛毫无犹豫地 将李婷芷揽入了怀中 两人有一次参加完聚会后 马景涛因为喝了酒 就让女友李婷芷开车 半路遇到茶酒驾的警察后 马景涛觉得对方不尊重自己的女友 借着酒精把警察打了一顿 事后马景涛不仅赔了十万台币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赔礼道歉 才结束了这场醉酒打人的风波 可尽管他如此为女友出头 还是没能挡住李婷芷找新男友的脚步 随着李婷芷的疫情别列 马景涛的第七段感情也宣布了结束 2006年马景涛携手范冰冰 拍摄风神榜之凤鸣奇山的时候 竟然和剧中的琵琶精吴嘉尼又看对了眼 此时的吴嘉尼才23岁 当他告知父母自己的男朋友比自己大21岁时 老两口坚决不同意两人交往 可怎奈吴嘉尼早已被马景涛迷得晕头转向 不但听不进父母的劝告 还怀上了马景涛的孩子 父母见状只好承认马景涛这个老女婿 并把户口本交给女儿 让两人赶在马景涛45岁生日之前 去民政局领取结婚证书 关后马景涛加班加点的 和妻子吴嘉尼生下了两个儿子后 又带着自己的小娇妻 在各大综艺节目上狂秀恩爱 2015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两人补办了一场别开生命的婚礼 两个儿子作为花童出现在现场 画面温馨甜蜜 大家看着这位昔日的情长浪子 如今只手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竟然有些不习惯 而马景涛似乎也有一些不习惯 2017年马景涛突然发了一篇长文 宣布自己离婚了 文中说到 我的爱 我的幸福 我的婚姻 都将在今天画上最美好的句号 在她离婚宣言上 除了感谢吴嘉尼这么多年 对家庭的付出外 她想跟刚出狱的弟弟 大干一场东山再起的目标 也赫然写在了离婚原因那一栏 据知情人士透露真正的离婚原因 依旧是马景涛每次喝酒就会打人 酒醒了之后再跪地求饶 这个习惯多年来仍没有改变 如今59岁的马景涛经常被网友 拍到在一些小商演上 走穴捞筋的画面 看着镜头里那个头发凌乱 肩膀歪斜 静弦落魄的男人 让人很难相信 这就是昔日那个玉树临风 威武霸气的马景涛 总观咆哮帝 马景涛的浪道情势 八段感情被她的醉酒暴力 吓走了七段 本以为最后的小小妻 能成为她共度余生的执行人 谁承想 十年的婚姻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不仅失去了原本幸福的生活 还要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对于一个年余花甲的人来说 压力可想而知 上半生 潇洒自在 只图自己开心 下半生走血捞金 只为俩儿子活 和女人叫了一辈子近的马景涛 大概到现在才明白 望子成龙的老父亲 是多么的爱她